露水明秋月,南湖彩白平,荷花焦玉雨,仇杀荡州人。 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仙李白的《露水曲》,诗中的白平又叫田字草,是一种常见的蕨类植物。 这个视频咱们就来说一下蕨类植物。 蕨类植物大多生活在殷尸的环境中,比如森林和山野的殷尸处,与苔藓植物相比,它们要高大很多。 它们的叶子呈羽状,鲸大多生长在地下,很容易看出有根、鲸和叶的分化,并且还有运输物质的通道疏导组织。 因此,蕨类植物在净滑的阶梯上又向前迈了一个脚步。 蕨类植物的种类很多,我来一一介绍下。 这是李白,是一种大型的陆生蕨类。 它叫李白,是因为它的叶片上面是绿色的,而下面是灰白色的。 这是铁线蕨,它的叶饼黑色,纤细,就像铁丝一样,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。 蕨类植,形如其名,在它的表面,常常布满了棕色或黑色的鳞片。 它的叶成羽状,很容易变人出来。 卷板又叫九死黄昏草。 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能起死复生。 把一株烟烟一息的卷板浸泡在水中,它很快就能树展开来,继续生长。 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。 这么多的蕨类植物,它们都有什么作用呢? 两色灵毛蕨,又叫灌重,是一种常见的药材。 它的根茎里含有圆满素,可以驱除肠道里的寄生虫。 有的蕨类还可以食用,它们的嫩液鲜美,厘夏精富含淀粉,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 蓝香红是一种水生蕨类,它的营养价值很高,含粗蛋白质21%以上。 粗脂肪2.75%,粗纤维14.6%。 而且个体大小适中,不需要切碎加工,即可以直接生头喂鱼,所以可以做绿肥饲料。 蕨绝又叫蜈蚣草,它的外形美观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植物,它还可以吸附身、铅等重基数,被誉为土壤清洁工。 除了这些,古代的蕨类植物还形成了酶。 距今两亿多年前,地球上生长着高达几十米的蕨类植物,它们构成了大片的森林。 这些植物的遗体层层堆积,随着地壳运动埋入地下,经过漫长年代的变化,就变成了如今非常宝贵的霉。 说完蕨类的作用,我来提个问题。 你知道蕨类植物是如何繁殖后代的吗? 咱们翻转一遍看看,你会发现,叶子背面有许多褐色的斑块隆起,这些就是包子囊群。 包子囊群有多个包子囊,包子囊里又有很多个包子,包子类似植物的种子。 它成熟后,就从包子囊中散发出来,落到温暖潮湿的地方,就能萌发生长。 看来,蕨类植物就是通过这些包子繁殖后代的。 除此之外,刚才讲过的藻类植物和苔藓植物,也都是通过包子来繁殖。 因此,藻类、苔藓和蕨类植物,它们被统称为包子植物。 那咱们来比较一下这三种植物吧。 藻类植物大多生活在水中,它们没有根茎叶的分化。 常见的藻类植物有,衣藻、水棉、海带等等。 苔藓植物生活在陆地的潮湿处,它们有了类似茎叶的分化。 但是,它们经中没有导管,叶中也没有叶脉,根为甲根,没有专门的疏导组织。 常见的苔藻植物有,蕨类植物有,蕨类植物,墙藻等等。 蕨类植物大多生活在陆地的殻尸处,它们有了根茎叶的分化,也有专门的疏导组织。 常见的蕨类植物有,贯种、卷柏、圣绝、满江红等等。 但是,它们都是孢子植物,也就是说,它们都是用孢子进行繁殖,这就是它们的共同点了。 好了,总结一下,这个视频咱们说了蕨类植物。 蕨类植物大多生活在陆地的殻尸处,它们有了根茎叶的分化,也有专门的疏导组织。 常见的蕨类植物有,蕨白、铁线绝、蕨毛绝、卷柏等等。 它们的作用很多,可供食用、药用、观赏,还可以作为绿肥和饲料。 古代的蕨类植物还形成了酶。 蕨类植物、苔藻植物和藻类植物,它们统称为孢子植物。 它们的生活环境、形态结构和常见植物都更不相同,但是它们都是用孢子进行繁殖的。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? квack, quack, quack。 哈哈哈